第三百九十一张横推 五家诸人都是不敢相信 之前虽然十号也杀了人 却只是一名门卫 但现在呢 那可是五家的族人 呲 这个家伙真是狗胆包天啊 找死 又有一人跳了出来 那是名九部高手 急冲向十号 然后一剑斩了过来 十号挥出一拳 暗静打出 砰 那名九部便被十号生生按到了地上 化成了一个人字形 但每个部位都在渗透着鲜血 显然已经完蛋了 两机而已 就解决了两个人 五家诸人皆是色变 低估了这个少年 他不但是三心单诗 在舞蹈上亦有惊人的造诣 呵呵 我来斩你 又一名五家人跳了出来 却是名鼎多二十四五岁的青年 一身轻衣 腰间配着一把刀 赤五龙 五龙什么回来的 这个家伙可是刀到天才 据说他跟天才榜的彼岸分榜上排名第97位的张涛交过手 仅以一招之差落败 呲 那几乎就有天才榜的实力了 那是当然 他不是一直在游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院墙之上 传来了围观群众的惊呼声 显然他们都认得这个青年 五龙 五家年轻一代中走五道路线的族人 更是一名天才 虽然没有参加无尽试炼 得以开启排名 但是 他通过与排行榜上的天才战斗 却同样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现在还只是三岛 但战力却是恐怖无比 三刀之内 斩你首级 五龙遇刀而来 气势汹汹 皮尼也配用刀 池浩摇摇头 刀一扬动 向着五龙斩去 五龙顿时如遭雷势 浑身皆是颤抖起来 然后一刀对着自己的脑袋斩了过去 啪 刀刃锋利 而且刀身厚重 这一斩之下 刀刃直接砍进了他的脑壳之中 生生将他的脑袋切成了两半 这 刺下一片寂静 一个个都是被吓傻了 那可是五龙啊 实力都能登上天才榜了 可是 石浩居然手都不抬 便让五龙挥刀自斩 这是什么邪术 这是因为五龙用的是刀 石浩可是掌握了刀刀的第二个境界 而无论是修为境界还是战力 都是碾压五龙的 所以 他刀一冲击之下 五龙的五道一致瞬间崩溃 拿刀将自己的脑袋都给砍了 你 很快 五家众都是暴怒了 石浩竟敢接连杀人 让他们如何能忍 这么多年下来 五家还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 找死 终于 有九岛高手走了出来 而且还不止一个 他们终是知道 石浩是一条过江龙 而且胆子还其肥 所以 他们必须肃然以对 一 二 三 四 五 一共五人 他们分散开 将石浩围了起来 这下 这个少年的传奇就要告一段落了 没办法 毕竟太年轻了 是啊 若是能够让他多成长几年 说不定人家就是四星单师 便是五家也不敢这么欺他 还有 他这么年轻就至少是舞蹈以上的实力 过几年又会多强 可惜 哀 着实可惜 到了这时 自然在没有一个人看好时候 不是他不够妖孽 而是五家太强了 在这样的庞然大物面前 任你再强再横 最终也只能低头 犯我五家者 杀无赦 五个人皆是冷冷说道 好像在宣判着十号的死刑 秋 五人同时扑出 向着十号杀去 他们自信一个人也能击杀十号 但是 现在十号当众打了五家的耳光 这样的人又岂能容他活上太久 自然是要隔杀当场 以警校游 这就是触犯五家的下场 空 五人腾空越来 如乌云压顶 杀气有弱实质 与人可怕的压迫感 十号弹指 修修修修修 五道指径打出 啪啪啪啪啪啪 便见那五名九岛好像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从天空中跌落了下来 再仔细一看 只见每个人的脑门上都有一个雪洞 正鼓鼓的向外涌着鲜血 这还能活吗 我的妈呀 围观群众都是爆头 啪 顿时 好多人都因为失去了扶持 从高墙上摔落了下来 但依然不能改变他们瞠目结舌的表情 弹指尖 强鲁灰飞烟灭 那可是五名九岛啊 能够这么轻描淡写地全部干掉 十号的实力又强到了何等地步 官自在吗 天哪 十九岁还没到的官自在 众人皆是哑口无言 这太让人震撼了 甚至是冲击三观的 哼 这时 五家的强者终是坐不住了 难道要让十号将家族年轻一代全部涂光吗 这真是丢人啊 一个少年闯到府上 居然要出动老牌强者才能镇压 一名官自在强者现身 他只是一箱而已 但从彼岸到官自在 这一步的跨越是惊人的 一箱便足以碾压一切九岛 你还是彼岸境 只是占力却是超乎寻常的强大 那名官自在强者说到 他叫武林云 今年不过一百二十岁 能够在这个年龄就踏入官自在 他的武道天赋不容小觑 任何一个丹道家族都不会忽略了武道 否则的话 空会练丹怎么守得住家业 虽然说丹师地位高 但是 求人办事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吗 求人不如求己 像武林云一旦检测出武道天赋高于丹道悟性 他就完全放弃了丹道 将全部心思放在了武道上 而且家族也会提供大量的丹药 才让他在一百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踏上了官自在 听到武林云的话 众人又是一致 这还不是官自在 天哪 怎么会有如此变态的彼岸 杀九岛就跟完似的 可是 武林云会乱说吗 池浩淡淡一笑 过来受死吧 你还真是狂傲啊 武林云哼了一声 直接杀了出去 哼 他带着强大的气势 碾压向十号 这确实是碾压 哪怕十号的生命本质得到了一次提升 可现在也无法对抗官自在 只能展开穿云不躲闪 咻咻咻咻咻 两人的速度都是快的惊人 看得众人眼花缭乱 甚至因为只能捕捉到残影 生起了呕吐感 第三百九十二张展官自在 十号强不强 强 妖不妖孽 妖孽 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看好十号 为什么 武家只是出动了一名一箱强者 就已经将十号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一箱以上的强者 武家不说可以拿出一百个 二三十个总行吧 所以 十号拿什么来扛 此定了 真是可惜啊 众人都是感慨 这么一个单 武双绝的妖孽 却因为得罪了一个顽固子弟 最终要送掉性命 真是可惜 十号 老祖孽你一身本事不凡 死了可惜 愿意特赦于你 不但饶你不死 还会赐婚武家女子于你 还不赶紧跪下谢恩 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有若雷鸣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难以相信 高高在上的武家 居然愿意饶十号一命 吃了 这么妖孽的天才 确实太有招揽的必要了 无论丹道还是武道 这个家伙必然会绽放异彩 震动天下啊 啊 你说武家凭什么约束得了十号 呵呵 这世上有的是毒物 只要以此来控制十号 每个月或是每年赐予暂毒性的药物 那么十号又如何敢反抗呢 而且十号的天赋这么高 让他与武家女子成婚 那生下来的小孩说不定便能继承他的妖孽 那可就是武家的人了 所以哪怕十号已经如此得罪了武家 可武家老祖还是愿意留十号一命 武林空逆事将公事一环 道小子还不谢恩 十号痴然一笑 你们好像搞错了一件事 我今天是来踏平武家的 要求饶的也是你们啊 什么 众人都是愣住了 踏平武家 你凭什么 哈哈哈哈 武林空大笑 十号 给你三分颜色 你就想开染方了 真是天大的玩笑 你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 还想踏平我武家 真是白日做梦 空 他再次杀了过来 气势如潮 十号双手张开 火坟苍穹已是运转 空 一团紫红色的火焰在他的双手间跳动 散发出无比危险的气息 武林空顿时升起了强烈的寒意 这火焰太可怕了 让他完全不想面对 可是 他已经杀了出来 现在又怎么退回去 只能拼了 他在心中给自己鼓劲 十号不过是比安静 再妖念又如何 绝不可能威胁到自己的 去 十号推出了双手 这团火焰立刻向着武林空轰去 速度快的惊人 砰 武林空躲无可躲 只能应接 他可是观自在 已经修成了法相 立刻运转出了他的最强大招 一头猛虎从他的天灵带中冲了出来 向着那团烈焰迎去 法相 可以说是观自在的最强招数 便是因为这是舞者对于天地 对于武道的理解 抽象而出的 威力自然强大无比 轰 然而 火焰卷过 猛虎法相立刻崩碎 根本挡不住 啊 武林空发出惨叫 但很快就没了声音 因为他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火焰依然在飞 好久之后才终于消失 全场 一片死寂 谁能想到武林空会死 而且还是几乎被秒杀的 根本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天哪 这真是一鸣彼岸镜吗 慈昊也是暗暗叹息 用出这么一招之后 虽然不至于让他力竭 可灵魂却是消耗得极大 短时间内最多再来一次 而两次之后 没几个时辰的恢复修想再次动用 没办法啊 他并没有真正融合灵火 只是融合了其中的火焰规则 要靠自己的灵魂力来引动火元素 重新生成灵火 那自然消耗大了 这他肯定不会跟人说了 双手富于身后 低位十足 不过 这一击真是石破天惊 太惊艳太震撼了 围观群众皆是一仰望神灵般的目光 看着石浩 这一刻 如果有人说石浩是神灵转世 他们一定会相信的 不是吗 彼岸秒杀官自在 不是只有神灵才能做到 好你个小子 这时 武家终于有人反应过来了 他森然看着石浩 杀气腾腾 这是一名武相强者 叫武子石 他看得出来 这一击之后 石浩的消耗极大 应该是动用了某种秘术 而并非对方的真正实力强到了这么变态的地步 可是 就算是秘术 这威力也是牛逼的吓人啊 如果武家能够得知 哈哈 完全可以扫平另外六大王族 独霸丹师道 那么 整个东火大陆的单道生意都将掌握在武家手中 他大步走向石浩 轰 武相的气势完全释放出来 对于任何彼岸都是压倒性的 哪怕石浩真能踏进石岛 估计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 吴子石冷冷问道 故意给石浩制造压力 石浩只是淡淡看着他 道 你又想怎么死 哈哈 吴子石不由大笑 你要杀我 我 你要怎么杀我 区区彼岸 在墙那一时渣渣 在他眼中宛若爬虫 石浩一笑 道 你信不信 我打个响指 武家就会立刻覆灭 不知所云 吴子石懒得与他废话 直接出手 向着石浩逼去 石浩展开穿云布 身形向后激略 然后微笑着打了个响指 啪 清脆 响亮 响指打了 你的杀招 靠 吴子石刚想讽刺一句 却是赫然看到 一道道黑影从苑墙之外窜出 向着武家杀了过来 他一眼扫过 确定至少十余人达到了官自在 而这只是他匆匆扫过一眼的结果 相信官自在强者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个数 如果只是官自在 那数量再多他也不担心 毕竟家族中可是有四名驻王亭大能坐镇的 问题是 这么多官自在敢杀过来 说明了什么 他们是来送死的 一时之间 他全身都是冷汗 升起了强烈的战力 他在顾不得追击十号 而是停下身形 向着那些穿着黑衣 脸上蒙着黑布的人喝道 你们是谁 没有人理他 这些黑衣克利克亮剑 对着武家人展开了屠杀 大胆 一声大喝 有若雷亭 只见武家深处 四名老者如非斑略行过来 祝王亭大能 第393章武家灭 武家的祝王亭不得不出 再不出 族人都要被涂光了 这至少有上百个官自在啊 若是任他们大开杀戒 武家那钉点人够对方杀多久 然而 他们冲是冲出来了 但心中却是瓦凉瓦凉的 这么多官自在怎么可能凭空冒出来的 谁指使的 而能够指使这么多的官自在 又是围攻武家这样的豪门 这幕后的黑手又是谁 他们物资不敢相信 只是要拿一个小小的三星单师开刀而已 怎么会发展呈现在这副模样 这四名著王亭一出 富家等五大王族自然也有相同境界的大能月出 与武家这四人展开了激战 而等何人 为何要围攻我武家 武家家主武荣大声喝道 他心有不甘啊 这样的厄运毫无征兆 为什么会发生呢 但富林等人皆只是闷头攻击 没有一个有说话的兴趣 身上一时黑色净装 脸上蒙着黑布 口鼻全部掩了起来 只是露出了一双眼睛而已 富林 秦双 是不是你们 武荣又问 在他想来 敢在七单城动手 而且还有能力威胁到武家的 那也只有另外六大王族了 然而 富林等人还是没有说话 可攻击却是更加凶利了几分 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 他们还要趁乔家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再面一家王族 所以 这一战必须速战速决 十号淡淡一笑 我说过了 今天便是武家覆灭之日 围观群众都是骇然 十号打了一个响指 便有了现在这千军万马围攻武家的一幕 难道 强盛了数千年的武家 要因为这个少年而毁于一朝吗 真是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可是 所有人都是看得清楚 在这么多高手的围攻之下 武家不断有人死亡 而武荣四人更是被围困 根本无法冲出包围 这就是坐以待毙的节奏啊 真是狠 显然是要将武家赶尽杀绝 不留一个活口 老夫跟你们拼了 武荣大吼 轰 七座王亭齐齐浮现出来 绕着他的身体旋转 既出王亭 他真是要拼命了 不拼不行 迟早是死路一条 如果他的对手只有一两个 那这么拼命之下 对手若没有碾压的实力 又或是不想同归于尽 现在便只有退开让路的份 但是 现在他可是被五名柱王亭围攻 没有一个在修为上弱于他 这还想突围 拼命都难 武荣抱吼 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便是有攻击袭来也是不顾 就是认准了一个方向 摆出一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的气势来 砰砰砰 他身上连续中招 顿时鲜血飞溅骨头断裂 甚至连王亭都是崩碎了两座 但是 他终于还是冲出了重围 抓 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亮起 向着他急斩了过去 这一击打出的时机真是太好了 刚好是五容全力爆发之后 力量最最虚弱的时候 要是再让他缓上一口气 那他又能再振余威 再次拼命杀出 不 五容发出绝望的惨叫 抓 剑光滑过 五容的脑袋竟是被生生斩了下来 10号的瞳孔微微一紧 剑走清零 以刺和薛为主 可这名剑客 却是用斩的 而且还斩下了 朱王亭的脑袋 这真是够暴力的 秋 那剑客一击击 身形一闪 竟是不见了踪影 真是一名刺客 朱王亭本就是这片大陆上的最强战力 现在这样的强者居然还放下面子当起了刺客 这威胁有多么大 尹自慧 五家剩下的三名铸王亭皆是惊呼 脸上的表情更加绝望 尹自慧是东火大陆上最大的杀手组织 收钱买命 几乎没有他们不敢行刺的目标 但是 这次居然可以请出来刺杀铸王亭 依然出人意料 这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慈昊不由向着傅林看去 也不知道是其中哪一个 心道将还是老的辣 在他看来 五大王族围攻五家 应该是妥妥当当的事情 可傅林却还去请了影子会的杀手 祝王亭的杀手啊 估计是影子会的老大亲自出手了 花费必然惊人 但效果也是奇佳 否则真可能让五荣逃走了 而比支灭了五家那惊人的收获 秦影子会的代价却可以忽略不计了 当然了 若非五大王族联手围攻 影子会根本不可能接下这个任务 这不是在自杀吗 五荣一死 五大王族这边自然腾出了好几名强者来 让五家剩下的三名助王亭更加实单力薄 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五家这三名强者确实在拼命 想要杀出一条血路 可有影子会的杀手埋伏在阴影之中 他们冲出重围的一刻 便是他们毕命之时 可死守 那只是让死亡降临的慢一点而已 不过半个时辰 五家四名助王亭就全灭了 傅林等人并没有停下 而是亲自出手 将五家还在赋予完抗的官子在杀的干净 如此一来 五家便完全失去了反抗之力 只能任人宰割 不过一个时辰而已 这个辉煌了数千年之久的豪门就落下了帷幕 围观群众看的都是双骨颤动 呼吸困难 谁能想到 五家竟会如此轻松就覆灭了 那可是五家啊 高高在上 屹立了数千年之久 在大家看来 哪怕七丹城毁了 五家也不会倒 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他们皆是向着十号看去 眼神中带着恐惧 仿佛在看一个修罗莎神寺的 这些人不知道其中的曲折 只知道十号过来 宣布要踏平五家 接下来五家就真的被踏平了 所以 一切皆因这个少年 事实上 这一切也确实是因为十号 十号没有停顿 转身就走 今天的杀戮还没有结束 他要一劳永逸地结束桥 五两家 十号虽然离开了五家 却并没有谁敢跟着他 太可怕了啊 这可是一名修罗莎神 跟着他不是找死吗 而且 刚才受到的冲击太大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 得好好地做一会 七大王族 现在只剩下了六家 谁能相信呢 第三百九十四章 再去乔家 十号离开五家 一路向着乔家而去 而此时的乔家 也在不断地收到关于五家的消息 暴家主 五龙战死 暴家主 五横战死 暴家主 五龙五暴战死 暴家主 五家官自在强者全灭 暴家主 十号正向我们而来 啥 乔人有些不可思议 十号再向他们乔家而来 这特马得也算大消息 再强 也只是一名彼岸 虽然这个彼岸还轰杀了官自在 本身亦是三星丹师 可对比于乔家这样的庞然大物 这根本只能说是一只蝼蚁 乔小的三星丹师 在意他做什么 家主 那探子欲言又止 说 乔人淡淡说道 是 那探子点点头 那十号打了一个响指 便出现了千军万马围攻五家的局面 可说是面亡五家的罪魁祸首 要是他来我们乔家也打一个响指 那乔家岂不是要完蛋了 乔人差点气的踢飞他 那小子不过是被人推到前台的傀儡 本身能有什么 需要将他放在眼里 是 家主 探子不敢再说什么 连忙退下 探子一去 乔人不由陷入了沉思 到底是哪几家势力在围攻五家 令五家王族呢 是不是也像乔家一样 满头雾水 还是 他想到了一个可能 不由全身发寒冷汗都是冒了出来 可是 为什么呢 虽然七大王族之间确实矛盾重重 利益冲突很大 但没有一个契机 又是怎么会爆发的呢 再说了 为什么是那五家联手呢 他可是清楚的很 七大王族表面乐呵呵 心中都是麻买痞 任两家之间都能找出无数的矛盾来 所以 如果说是五大王族围攻五家 他就想不明白了 为什么是这五家呢 为什么不将他们乔家也叫上 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了五家联合呢 还有 被排除在外的乔家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 这个可能性很小 但是 如果是真的呢 来人 他立刻开口 家主 一名死士立刻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跪在了地上 把军林 城河 道明等 立刻送出七丹城 乔仁吩咐道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是 此事不会有任何质疑 立刻公声答应 退了出去 报 报家主 十号来了 又一名探子冲了过来 都来不及行李 连忙禀告道 乔仁又不爽了 你们一个个都以为那小子是死神吗 干嘛怕成这样 来了又如何 让乔仁出手 将那小子宰了 他哼了一声 是 探子连忙答应 乔仁虽然姓乔 却并非乔家族人 而是乔家收养的孤儿 之所以要打引号 是因为其实他一开始并非孤儿 而是武道天赋不错 被乔家制造成了孤儿 当成死士来培养 而像乔仁这样的死士 乔家还有许多许多 只是乔三是其中的佼佼者 10号已经来到了乔家大门之前 面对他的 是四名门卫 这些人还没有收到武家遭到围攻 覆灭的消息 看到10号时 皆是露出亚然之色 咦 这不是10号吗 今天他不应该去武家解释吗 为什么跑来我们乔家 难道 他把两个家族的位置都搞错了 小子 这里可不是武家 一名门卫站出来说道 语气很是高傲 不但没有叫一生时大师 甚至直斥为小子 因为他嫉妒 凭什么10号这么年轻 就已经是三星单师了 而且还长得那么好看 看看他 都已经是40好几的人了 却还在别人家当调看门狗 不过 你既然被武家盯上了 那不死意要脱层皮 正是落水狗 不打白不打 10号摇了摇头 一巴掌就冲了过去 砰 那人立刻便被冲飞了出去 重重的撞在墙上 脸上全是鲜血 他并没有死 10号只是掠尸博成 他还是挺有分寸的 剩下三名门卫揭示大惊 10号居然敢出手 你疯了啊 这可是乔家啊 你得罪了武家不算 还要将乔家也一并得罪了 大胆 三人皆是抽出了兵器 朝向了10号 而被抽飞的门卫也是恼羞成怒 将腰间的配刀给拔了出来 10号淡淡道 叫乔军林出来受死 否则的话 今天我便将乔家推平了 次名门卫面面相去 然后哈哈大笑 真是太搞笑了 区区一个三星班师 居然跑来要他们的少爷出来受死 还威胁说要灭了乔家 这是何来的勇气 老子被驴踢了吧 敢在乔家口出狂言 你死定了 次名门卫揭示说道 他们虽然是狗 可做乔家的狗自然可以虎假虎威 10号不再说话 而是大步向前而行 站住 次个人同时出手 向着10号发起了攻击 碰 暗镜迸发 那四人顿时被同时震飞出去 跌了一地 皆是哼哼一一 再也爬不起来了 10号踏进了乔家的大门 看 有人抢闯乔家 天呐 这是疯了吧 连乔家也敢抢闯 找死吗 那是10号 10号 又怎么了 难道你还没有听说 刚才10号去了武家 打了一个响指 结果武家就全灭了 哈哈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呲 那是真的楼 天呐 那10号现在跑来乔家 也是打响指的吗 快去看看 顿时 街上的行人纷纷围了过来 在乔家的大门处张望 10号走进乔府时 已经有许多乔家人冲了出来 一个个皆是愤怒 真是胆大包天 居然敢来他们乔家放肆 此时 乔军林几名杰出族人 正被死士带领着 来到了门口处 他们当然看到了10号 这个家伙 乔军林握了握拳头 眼神中全是杀气 他当然也收到了消息 10号帅军灭了武家 说实话 刚听人说的时候 他根本不相信 开什么玩笑 这可能吗 然而 这可是自己家的探子 而且还接二连三帝传来消息 让他不得不相信 曾经强大无比 可以与乔家比肩的武家 真的完蛋了 就是因为得罪了10号 那一刻 他慌得一笔 第395章追击 因为武规客被10号杀死的谣言 便是乔军林放出去的 为的就是让武家去打击10号 没想到10号那么猛 直接将武家都是掀翻了 让乔军林能不下到吗 静好 这兴时的并不知道消息是自己放出来的 他才是罪魁祸首 可现在 10号居然杀了过来 乔军林是既愤怒又恐惧 居居三星丹师 居然就让他落荒而逃 而且 傅妖儿还喜欢这个人 能不愤怒吗 可是 这个家伙一手导致了武家的覆灭 让他不得不心生恐惧 万一 乔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呢 几位少爷小姐 请 那死士毫无表情的说道 他收到的命令便是带着乔家这几个年轻人离开 那么 就算现在乔家所有人全部死光 他亦不会动容 而会忠实的执行命令 这便是死士 乔军林狠狠的看了10号一眼 这才收回了目光 走 他是乔家年轻一代中的领军人物 单五双修 未来前途无量 10号的神爵何等敏锐 感觉到那深深的敌意时 他也转头向着乔军林的方向看去 正好看到乔军林几人从天门走了出去 呵呵 想跑 不过 还没有等他行动 一名目无表情的中年男子已是大步走了过来 乔三 二乡强者 他是五道天才 七十多岁便迈进了关自在 因为寿元的急速提升 他的衰老速度也十分缓慢 看上去跟中年人没有什么区别 他盯上了10号 有若蒙虎盯上了猎物 10号一笑 我打个响指 各位不介意吧 听到这话 乔家许多人都是荒得一笔 普通级别的族人还不知情 但只要地位高一点的 又怎么可能没有收到五家负灭的消息 而一切 便是因为10号打了个响指 这简直就是死亡的终生 不 有几人已是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 咦 不明原因的乔家人则是亚然 为什么10号打个响指 你们要下成这样 乔三则是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他脚步平稳 向着10号逼了过去 空 他猛的出手 两道法相同时打出 两者接事件 散发出滔天的含义 二相吗 10号不由跃跃欲试 他还能再动用一次火焚苍穹 这可以轰杀二相抢者吗 来试试 他先展开穿云不退 然后运转火焚苍穹 双手之间立刻出现了一团火焰 去 他亲和一声 将火焚苍穹打了出去 空 紫红色的火焰打出 向着乔三烧了过去 火焰卷过 两道剑形法相立刻被生生烧熔 而鱼燕还在烧灼向乔三 不过 这与火之威就明显不如之前杀武林空了 毕竟 人家可是二相 实力比之一相要强出太多 乔三招架 但火焰卷过 他护在身前的一只左臂也被生生烧尽 这就是火烧苍穹之威 然而 乔三却没有半点痛苦之色 脚下一点 又向着十号杀了过去 他是死士 只为达成目的而活 自己是伤势残一点也不重要 十号展开穿云布 与对方游斗 一边则是轰出紫雷毛 这一世恐怖无比 很早之前就能秒杀九岛 可对上官自在的话 那还是要差了一点 不过 现在的乔三身受重伤 实力一时大跌 在面对紫雷毛的时候 顿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一起上 干掉他 见状 乔家人都是怒吼 敢跑到他们乔家撒野 真是找死 十号取出九重山 以右手挥舞 而左手则是操控着紫雷毛 继续对着乔三狂轰乱炸 乔三选择 与十号硬刚 为了完成任务 他并不在乎自己受伤 甚至死亡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被乔家洗脑 与其说是一个人 还不如说是一台听话的机器 这么硬刚的结果 就是他的另一条手臂 被九重山生生砍断 而他的攻击 不好意思 只是打碎了九连锋天树的 三朵莲花罢了 轰 乔家人也涌了上来 将攻击砸落 砰砰砰 十号身上的莲花 一朵朵破碎 毕竟对手实在太多了 也不乏官自在级别的存在 再加把劲 打碎了这小子的护体灵器 就能杀了他 敢跑到我们乔家放肆 乔家人皆是喝道 也有些不可思议 他们这么多人联手 居然还迟迟无法轰开十号的防御 简直变态 十号一笑 伸出手 啪 他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 顿时 一道道黑色的身影窜出 向着乔家人扑了过去 展开了一场屠杀 什么 乔家身处 乔人的瞳孔猛的紧缩 真得发生了 继武家之后 乔家也遭到了围攻 他立刻杀了出来 大鹤道 傅林 袁温书 我知道一定是你们 否则的话 七单城之中 还有谁敢向乔家 武家亮剑 只是他不解啊 为什么呢 怎么矛盾就突然爆发成了杀鸡呢 傅林等人现身 但依然没有答话 只是立刻展开了绞杀 在他们眼中 乔家已经注定要灭亡 那么 跟将死之人废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杀 决心杀戮再次开始 十号则是悄然离开 在这样的战斗中 他的实力还是弱了点 所以 他将目光盯上了乔军林 这两场杀戮的导火索与其说是十号 其实还不如说是乔军林 所以 十号怎么可能放过这个罪魁祸首呢 他变了一下方向 展开了追击 很快他就追出了城 一路追寻着蛛丝马迹 不久之后 他就看到了在树林中歇息的乔军林等人 他大步走了过去 十号看到他的时候 乔军林等人都是震惊了 怎么可能 他居然可以从乔家离开 这 是不是代表着家族出事了 十号看着乔军林 淡淡道 乔军林 乔家已经完蛋了 而这一切 便是因为你散播出来的消息 乔军林咬牙 他的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 不可能 我乔家已经屹立了数千年 岂是你一个小人物说 搬倒就能搬倒的 十号微微一笑 武家可以道 乔家为什么不行 乔军林无言以对 这下他真是后悔了 早知道的话 他直接请家族强者出手干掉 十号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借刀杀人呢 第396章复仇的火焰 乔军林后悔无比 他本以为自己是个智者 你看 只是散播了一下谣言 便让武家向着十号出手 哪怕十号最终可以过关 那肯定也无法参加 单道比试的第二轮 相当于自动弃权 当然 武家要是将十号杀了的话 那就更好了 可谁能想到 十号的反击是那么快 还那么得残暴 一转眼 武家就没了 再一转眼 乔军也没了 你是魔鬼吗 你是怎么做到的 乔军林盯着十号 若不将这个弄清楚 他会死不瞑目的 十号斩言一笑 只要动之以利 没有谁是不能说服的 这么简单 乔军林当然不相信了 否则的话 七大王族早就发生战斗 哪可能一直敌对 一直又互相牵制 存在了数千年之久 现在十号一来就发生了如此惊天之变 作为一个将死之人 你没必要知道那么多 十号大步向着乔军林逼去 对敌人话多可不 是一个好习惯 说不定就会酿成灾难 十号 你现在只有一个人 但我们 呼 乔军林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可胸口却是有一只箭透体而出 箭尖上雾字带着几缕血迹 他低头看 脸上全是震惊 显得难以相信 不但他难以相信 便是乔家其他几个人意识如此 这出手之人 竟是那名应该保护他们的死事 你 为时 不 那名死士拔箭 箭光挥洒之中 又向着乔家其他人刺了过去 他使官自在异乡的修为 而除了乔军林之外 乔家那些族人实力最强的也只是武岛 又如何能够是他的对手 七剑此出 乔家剩下的几名族人都是倒地而亡 脸上则是不满了不幸和不甘 为什么 反倒是乔军林 他还没有死 用颤抖的手指着那名死士 这真是死不明目 这是他们家的死士啊 那名死士目光冰冷 到乔家杀我全家的时候 我虽然只有五岁 却记得清清楚楚 你们虽然对我百般洗脑 可我一遍又一遍地用剑在胸口刻下了伤痕 提醒我不能忘了你们这些大仇人 说吧 他扯开胸口的衣服 只见皮肤上布满了横七竖八的伤痕 触目惊心 扑 乔军林吐血 一是因为心脏被刺了个窟窿 二是因为震惊 他不敢相信 在家族的洗脑之下 居然有人还能保留下幼年时的记忆 之前 这名死士是丹利伯 不敢妄动 可现在乔家覆灭 他却是毫不犹豫的出手 剿灭了乔家最后一丝希望 否则的话 有他的保护 十号绝不可能得手的 就算乔家杀你全家 但若非家族悉心培养 你又岂能有今天 乔军林咬牙说道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十号不由失效 这也能说是忘恩负义 好吧 这种高高在上的豪门 在他们看来只要赏你一口饭吃 你就得感恩涂代 至于自己曾经做过什么根本不重要 那死士不语 只是冷冷的盯着乔军林 一个死人而已 与他有什么好争的 乔军林感到屈辱无比 想他可是单五双绝 可现在居然死在了家族的一名死士手里 甚至都没有姓名 只有乔五乔七这样的代号而已 此不明目 此不明目啊 他又看向十号 眼神中全是恨 在他看来 一切皆是因为十号 若非十号递出了第一刀 强如乔家这样的豪门又岂会垮掉 又怎么会引发连锁反应 让家族死士反水 想到自己就要死亡 而十号却可以抱着他喜欢的女人为所欲为 让他忍不住又开始吐血起来 十号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他鼓足最后的力量 向着十号吼道 十号淡淡一笑 被他杀的狮鬼还少吗 而且 你要真能变成狮 那已是几千年后的事情了 到时候十号早已经站在了武道巅峰 需要在意一个刚刚转生的狮鬼 我不甘啊 不甘 乔君临仰天大叫 但说到最后一个字时 他张大了嘴 双眼都是凸了出来 却是没有了呼吸 此了 那名死士盯着十号看了会 道 谢谢 若非十号的关系 乔家也不可能覆灭 他当然也报不了仇 好说 十号点点头 那名死士向着十号抱了抱拳 转身离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命名之中 十号没有追击 这已是乔家的受害者 他为什么要出手 至此 乔家也算是全部被剿灭了吧 十号回转气丹城 两大王族豪门覆灭 但饕餐盛宴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五大王族 不接要为了乔 五两家留下的利益空间 而争的面红耳赤 虽然之前商量好了 但那只是一个框架而已 不可能具体到一离一分的 事情已经办成 十号也将 严寿丹的完整丹方拿了出来 交给了负零等 一共五分 每加一份 这五家还十分小心 先彼此对照 确定没有差别 然后就回去练丹 要是练之失败的话 这肯定就是假丹方了 十号当然不用担心了 这是得自圆成孽的记忆 怎么可能出错呢 而丹道比试并没有因为乔 五两家的覆灭而终止 而是继续进行 五天之后 第一轮淘汰赛结束 只有千多人挺进了第二轮 第二轮比试定在两天之后 而要炼制的丹药也提前公布 仍是一新丹药 为子骨丹 但这一次就不是看谁炼制的更快 而是要看质量 这时候就不用在意了 他有点小失落 作为推倒桥 五两家的大功臣 他却没有半分收获 让他很是惆怅 就这么过了三天 他和宋雨昕等又去了广场 参加第二轮的比试 附加初来了一位老单师 负责主持今天的比赛 因为规则已经提前公布 他便也没有废话 挥挥手便要开始今天的比试 慢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引得众人纷纷看了过去 只见一行三人从广场外走了过来 一劳两少皆是男性 附加的那名老单师不悦了 你是什么东西敢对我叫慢 你们是什么人 他问道 语气之中已是戴上了怒意 北银大陆龙霄阁 第三百九十七章来者不善 北银大陆听到这个名字 众人都是心中一领 云顶心共有四片大陆 据说以南木大陆的五道层次最高 笑傲天下 接下来就是北银大陆和西岩大陆了 至于两者哪个的五道层次更高 事实上东火大陆的人皆是不知 因为他们连前去别的大陆的能力都没有 不是没有人想要往返各个大陆做生意 又或是去别的大陆提升实力 关键是去步了 横更在大陆之间的海洋中有可怕的凶兽 轻易就能拱翻大船 便是有助王亭强者坐镇 亦没有全部被一口吞的命 所以东火大陆的人只知道还有另外三块大陆 但是却甚少甚少有人可以到达那里 去一次就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现在北银大陆突然来人 他们想要干什么 附加的老丹师一世一领 道原来是北银大陆的道友 敢问有何贵干 那老者微微一笑 龙霄阁一世丹道门派 与丹师道也算是一家人 听说你们这里在举行丹道比试 呵呵 我这两名后辈听到了 便想与东火大陆的各位切磋切磋 附加老丹师微微皱眉 这似乎不合规矩吧 他们已经将比赛进行到了第二轮 现在龙霄阁的人却要突然插进来 对于通过第一轮的选手 和没有通过第一轮的选手 都是不公平的 怎么老夫开了口 你还不答应了 龙霄阁的老者顿时脸色一变 散发出可怕的杀意 信不信老夫宰了你 空九座王亭浮现 毫无顾忌的向着附加老丹师碾压而去 可怜附加老丹师虽然是官自在 可在九王面前却根本只是蝼蚁 只有瑟瑟发颤的份 道友有话好好说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便见一名白发白须的老者出现 他笑盈盈的看着龙霄阁的老者 道友如何称呼 龙霄阁的老者看了这白发老人一眼 露出傲然之色 区区四王 也敢以这种态度跟老夫说话 白发老者不由脸色难看 大家同是祝王亭 哪怕你是九王也不应该如此巨傲 要知道 在东火大陆上 祝王亭就是最强级别 自从他迈进这个境界后 又岂受过这样的羞辱 怎么 觉得受了委屈 龙霄阁的老者痴然 井底之蛙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也就是在这片落后的大陆 否则的话 哼 一王之别 天地之差 你见了老夫也配称道友 白发老者都快要气炸了 但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境界 相差一王 实力差距确实很大 如果说单打独斗的话 九王足以横扫七单成了 更何况 对方可是吸引大陆的人 从这个大陆出来 天生就高人一等 想到这里 他强行按下心中的愤怒 道老夫圆康 敢问道兄如何称呼 这态度还差不多 龙霄阁的老者淡淡说道 老夫佐都明 亦是五星单师 这次带两名弟子出来见识见识 想要参加你们的单道比试 可有意见 圆康沉吟了一下 道道兄远道而来 乃是贵宾 既然贵宾都提出了要求 老夫自然要卖这个面子的 左都明这才一笑 道 你们两个 去吧 是 师叔祖 两名年轻男子皆是行礼 显得十分恭敬 但当他们转国身来的时候 却默不露出张狂之色 区区东火大陆的喳喳 小爷叫陆琪 今天便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叫做丹树 福清的男子说道 你们算是运气 可以观摩我陆德与陆师兄的丹树 这是你们三辈子修来的 福清的男子同样傲慢无比 听到这二人的群嘲 不但全场的丹师皆是怒不可遏 便是场外的围观群众也十分不爽 太过分了啊 冬火大陆的儿郎们 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对 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不要留面子 完全碾压他们 群情激愤 默不大声叫了起来 郭噪 左兜明清和一声 嗡 久坐王庭再次浮现 散发出恐怖的气势 笼罩了整个广场 顿时 所有人只觉喉咙上好像掐了一只手 让他们呼吸都是困难 只能发出噩噩噩的声音 脸庞都是憋得通红 圆康的脸色有点黑 虽然他只是四王 但是 同为助王庭 你居然将我视为无物 是不是太过分了 刻不压主的道理你不懂吗 他咳嗽了一下 到 丹道比是第二轮 现在开始 顿时 每一名参赛丹师都是斗智高昂 他们默不被路奇和路德基木 憋足了气 要在丹树上碾压这二人 让他们知道 东火大陆虽然武道实力不强 但并非处处皆是不如 这次练丹是有实现的 就两个时辰 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便只有一次练智的机会 所以 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 一群废物 不过是一心丹药而已 小爷就算是必着眼精炼 也能达至最高品质 路奇一边开练 一边又开始了嘲讽 哈哈 你们就不要做梦超越我们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路德也十分嚣张 众人皆是没有说话 都是打定主意 要发挥出最佳的水准来 狠狠的打着二人的脸 大家闷头练丹 气氛十分紧张 十号倒是毫不紧张 但他也很不爽 本来他就很用心 现在自然更加集中注意力了 他用上了太阳火 有灵火控温 他可以炼制出最佳的丹药来 理论上来说 如果可以让卢温精准地变化 比如突然提升100度 又或是猛的降低50度 又或是保持300度一会 期间不能出现任何的温度波动 那么 这可以炼制出完美级别的丹药来 可事实上 这是不可能的 谁也无法做到这样的空温 只能尽可能的接近 那么 炼制出来的丹药最多也只是接近完美 但就算是接近完美 这难度亦是高的惊人 普通丹师 顶多也就是炼制出合格的丹药来 距离完美不知道差了多远 原成涅的丹道等级很高 但说到完美二字 他离的还是很遥远的 而哪怕十号做了很大的改进 比一般的丹师要出色许多 也依然距离完美一大截 直到现在 他拥有了太阳火 完美二字 终于接近了 第三百九十八章九品之分 这一刻 十号没有理会任何人 只是专注于炼出接近完美的丹药来 有了灵火 才可能炼制出接近完美的丹药 这也是为什么丹师们 都对灵火自私以求的道理 十号不需要真正拥有灵火 只需要抽取出灵火的符文就行 这也只有掌握了火焰苍穹的他才能做到 半个时辰之后 十号就收工了 炼制完美级的丹药 并不代表花费更多的时间 相反 因为火温的急速变化 这需要的时间反倒更短 完成之后 十号就把丹药放进了丹瓶之中 并在外面贴上标签 与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交了出去 他完成不久之后 好多人也是纷纷完成 开始上交丹药 因此 他虽然是第一个完成的 却并没有第一个进行鉴定品质 陆奇 陆德的用时也很短 两人交上丹药之后 又开始一连串的例行嘲讽 成功将仇恨直放大到了极致 终于 两个时辰过去 就算没有完成的人也得停下来了 呵呵 老夫也当个裁判 不介意吧 佐都明笑道 你都这么说了 我能介意吗 袁康大笑一下 算是同意了 评测开始 这顺序倒是刚好反过来 从最后一名交单的人开始 因为单品就是一层层放上来的 如果要从第一个开始的话 就得到单品全部倒出来 这显然太麻烦了 嗯 中等品质 一名官方请来的品鉴师说道 中等 第二名品鉴师意识点头 不过 第三名品鉴师还没有说完 佐都明就插手 他夺过了单药 只是扫了一眼 就露出冷然之色 这最多只能算是八品 八品 八品是个什么评价 见众人都是茫然 佐都明痴然一笑 在我们北营大陆 合格的单药可分九品 以一品最高九品最低 不过 也有天才级别能够炼制出几品单药来 甚至接近完美级别 也就你们 居然只以上中下三等为级 这也算中等 哈哈 真是笑死老夫了 听他嘲讽 众人都是憋足了气 却是无力辩驳 评鉴等级乐系 实质上是单药水平发达的体现 而且 他们的中等评价放在北营大陆 居然只能与八品相当 这可以看出 两个大陆之间的单道水准差距有多大了 所以 虽然被鄙视了 可大家却只能生生吃下这几耳光 下一个 佐都明可没有在意他人的感受 让人赶紧拿来第二份单药进行品鉴 八品 八品 七品 到第四份单药之后 终于从佐都明口中蹦出七品二字 而三位品鉴师也都是肯定 这确实比之前三份单药的品质要高出一截 这让众人都是相信 虽然佐都明很狂 但关于单药品质的划分之说还真不是乱来的 可是 七品单药就能对应他们的上等单药 那么 六品 五品甚至一品二品单药 又得好到什么地步 可惜 接下来的单药都没有一份超过了七品 要么是八品 要么是七品 没有出现六品级别 但也没有九品的 可见通过第一轮的选手都有些实力的 因为老是七品八品的 众人听着听着都是无聊了起来 不过 随着剩余的单药是越来越少 众人的兴致又提升了起来 这越是后面 那交单的时间越早 品质反倒会好 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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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从左都明的嘴里蹦出来七品的评价 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八品 可见这些人的水准确实高 但依然没有六品的评价 让众人都是心悬了起来 难道 差距真有这么大吗 不说几品 从一品到六品 整整还有六个空档 东火大路竟没有一个人跨得上这样的台阶 道路齐得了 倒要看看 他们北银大陆又能炼制出什么水准的单药来 如果连七品都不如 呵呵 我已经准备好羞辱的词了 人群突然激动起来 因为终于要轮到北银大陆的两位了 这时 左都明反倒不出声了 也没有伸手 便让三位品贱师动手 嘶 拔出瓶塞 只是一文 三名品贱师默不震惊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是生起了不好的预感 接下来 三名品贱师将单药倒了出来 又看又闻 专注知己 过了一会 其中一人才道 这单药的品质太好了 老夫除了用完美二字来评价 再找不出其他的言语来 老夫同意 老夫一同意 三名品贱师纷纷说道 既有痛心之色 又充满了兴奋 痛心是因为他们被北银大陆吊打了 而兴奋的话 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完美的丹药 可以说 就算让当今丹师道的会长亲自下场炼制 也许炼出来的丹药在品质上亦是不如 这不是傅林的锅 而是整个东火大陆的炼丹体系有缺陷 左都明这才一笑 接过丹药 查看了一下 道 放在我们北银大陆 这可以算是五品 五品 这被三位品贱师奉为完美级的丹药 在北银大陆居然只能列入五品 众人都是震惊 却又相信 左都明没有故意吹捧自己两个后背 因为他完全可以抬高到极品的地步 反正这里的品贱师也没有能力鉴定 差距啊 差距太大了 哈哈 还需要再比吗 陆奇傲然说道 再比一只是自找羞辱 陆德也冷冷说道 充满了骄傲 这二人如此疯狂拉仇恨 可偏偏众人皆是无力反驳 既不如人 有什么好说的 继续 原康则是挥了挥手 表情亦很难看 这还有第三轮呢 总得选出晋级的人 虽然他不是丹师 可现在这比拼上升到了两个大陆的高度 他一脸上无光 品贱继续 但除了陆德同样练出了五品丹药外 其他人依然是七品七品七品 连一个六品都没有 根本威胁不到陆奇和陆德二人 眼看剩下的丹品越来越少 已经不足一只手的数量 众人都是失望无比 看来 这个脸是被打定了 最后一瓶 品贱师拿起了10号的那瓶丹药 第399张强行瓶手 最后一瓶了 众人都是摇头 他们已经任命了 东火大陆的单道水准 确实要落于北银大陆 而且还不是一星半点 所以人家随便来两个小辈 就能吊打他们 赶紧结束吧 第三轮也不用来看了 只是被北银大陆羞辱罢了 有什么好看的 嗯 一 三位品贱师打开瓶塞 皆是一愣 这么久下来 他们也知道七品 八品的标准是什么 不需要左都明亲自出手 他们刚想照例叫出七品二字 可那要香味扑鼻而来 让他们皆是精神一阵 完美及过步 绝对是五品甚至超过 他们已经见识过什么是五品丹药 而说到品贱实力 他们只是没有开过眼界 一旦知道五品是什么模样 他们再遇到五品丹药 当然可以立刻鉴定出来 否则的话 他们又岂有资格当这样的专业人士 五品是至少五品 还请左大人长长眼 三民鉴定师 纷纷说道 最后皆是看向左都明 什么 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就沸腾了 至少五品 那就是说 他们不输北银大陆了 甚至 还可能超越 大家都是激动 纷纷向着左都明看去 因为五品以上的丹药便 只有他才能品鉴 最终结果也得由他说了算 左都明一时一愣 在这片大陆上 居然有人可以炼制出 超越七品的丹药 怎么可能呢 这里的炼丹体系是那么落后 任你多么牛逼的天才 受限于如此粗糙的丹道体系 能够炼制出六品来 就已经是奇迹了 现在居然说有五品的 开什么玩笑 你们冬火大陆有这么输不起吗 他哼了一声 接过了丹药 当一股药香味传过来的时候 他不由一正 靠好纯正的胃 他顿时就收起了心中那点轻视 仔细品鉴了起来 越看 他的脸色就越是凝重 这这这 达到了三品级别 怎么可能呢 就这么落后的丹道体系 大部分丹师的承担率不足五成 居然还有可以炼出三品丹药的天才 但是 想到云焰火 他立刻表情一变 淡淡道不错 终于看到一个像样点的人才 这亦有五品级别 听到这话 顿让众人哗然 怎么啊 之前三位品鉴师可是说了 这品质超越了五品 只是他们没有见过四品三品等又是什么样的 所以才让你来拿主意 可你居然说只有五品 太不要脸了 北京大陆有这么输不起吗 黑木 绝对的黑木 三位品鉴师都说了 这品质超过了五品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见过五品以上的丹药就可以糊弄我们 对 没有见过猪袍 难道还没有吃过猪肉吗 呵呵 敢不敢将三颗五品丹药放在一起比呢 众人纷纷说道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加入讨伐的人也越来越多 路奇路德自然大怒 他们可是北银大陆的 承认你们出了个天才 可以与他们比肩 这还不够 想要碾压他们两个 你们配吗 哼 左兜明哼了一声 顿时 可怕的气势卷过 顿时所有人都是没了声音 九王强者太可怕了 老夫说这是五品丹药 你们有谁不相信吗 敢怀疑老夫的 站出来让老夫看看 他虽然说道 众人都是憋得脸红 却半个字也说不出来 九王气势压制之下 他们连呼吸都是困难 但是高压的结果 便是让众人更加愤慨 哦 既不如人了 就用武力镇压 要知道 这可是东火大路 你九王修为是强 但七丹城的祝王亭大能少说也有二十位 联手一起奏 看你撑不撑得住 原康则是站出来打圆场 好了 大家稍安勿躁 这不是还有第三轮吗 他的意思是 十号炼制出来的丹药是五品还是四品并不重要 反正肯定进第三轮了 到时候依然可以一蹶高下 这并不能让众人满意 可他们中又没有住王亭 难道真敢和一位九王拍桌子吗 众人皆是憋着口气 满脸的不爽 原康继续道 第二轮共过关十人 可参加第三轮比赛 名单如下 十号 陆奇 陆德 他将十号放在了第一个 无形之中也是一种声明 我就认为十号是第一名 左兜明看了他一眼 有些不满 但没有说什么 他为着良心说十号的丹药只是五品 这已经让他十分别扭 现在自然也有些心虚 所以没有反驳 见他这副模样 众人都是更加肯定 十号炼制出来的丹药绝不值五品 否则以北银大陆这些人的嚣张 会甘心让十号的名字排在前面 不过 左兜明还有些心虚 但陆奇和陆德却没有这样的觉悟 反倒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 大家的成绩一样 凭什么将他们的名字放在后面 他们可是北银大陆的人 天生就比东沿大陆的人高出一等 现在却要趋于这样的弱渣之下 让他们如何能忍 可是 边左兜明都是没有说话 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好 就在第三轮比试之中 彻底击败那个家伙 哼 什么东西 也配与他们比肩 回到李府 十号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原本 东火大陆是被吊打 还好跑出了一个十号 力挽狂乱 保住了东火大陆的一丝掩面 因此 府中这些女子 既是用水汪汪的大眼看着十号 恨不能侍寝 十号不由呲牙 连忙借口累了 逃之夭夭 她盘坐在床上 仔细回忆白天炼丹的过程 总结出自己的不足 拥有了太阳火的符文后 她的单道水准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 距离完美级别还是差了很多 不能骄傲 还得再接再厉 没办法 谁让原成虐指示会练单 可完全没有想要提升单道水准呢 现在的话 十号只能靠自己的摸索 一点点的提升了 第三轮比赛又是三天之后 不过 比赛的规则则是提前放了出来 让参赛选手可以提前做准备 这次练制的乃是三星丹药暴龙丹 第四百章交易 三星丹药 看到这个要求时 十大参赛选手中有七人立刻就想弃赛 三星丹药自然只有三星丹师才能练制 而他们皆只是二星丹师 怎么可能练制得出来 连练也练不出来 那参加比赛的意义何在 去丢人吗 怎么会这样的 很快就有消息传来 原来提升比赛难度的人正是左东明 他向傅林等人施压 迫得丹师道只能答应 这让众人奇怪 左东明在墙也只有一个人 哪怕九王又如何 需要这么怕吗 但是大家很快就知道了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龙霄阁有意进军东火大陆 冬火大陆上的人没办法去其他大陆 哪怕有侥幸跑过去的 那人数亿是少的可怜 可其他大陆不同 他们的武力直高 完全可以无惧无尽海洋中的凶兽 护送大量人员过来 只不过的是什么 另外三块大陆都嫌冬火大陆没什么有水 根本连入侵都是懒的 因为要将这里的物资运回本大陆 怎么也得出动大几天级别的强者坐镇 而请动这样的强者代价 又岂是一船物资的价值可比的 也许可以 但盈利益是相当有限 所以 费这么大的周折干嘛呢 所以 东火大陆虽然武力值极低 却始终不予有被侵略的危险 直到现在 龙霄阁要来这里开江分土 没有这么直接 因为龙霄阁是一个单道势力 他们目的是控制丹师道 而丹师道在东火大陆意味着什么 庞大到惊人的财富 当然了 这庞大这惊人是相对于东火大陆来说的 放到北营大陆的话 那就未必了 所以 龙霄阁难道是在北营大陆混不下去了 这才将手伸向了东火大陆 这个左兜明当然不会说明了 只是表示 这一行过来的人很多 他们三个只是其中一只小队罢了 消息传出 人人皆是震惊 龙霄阁强势而来 真会让丹师道变天吗 许多人忧心种种 但也野心家却是十分期待 有变化才是好事 能够让他们浑水摸鱼 清晨 十号照例修炼 他身边放着灵石 还有几颗丹药 九转略天经一运转 顿时从灵石丹药中抽取出磅礴的能量 用以滋养他的肉身和灵魂 他的修炼速度 至少要比普通的彼岸尽快出一百倍 还是慢 唯有天才地宝 哪怕灵石 丹药无数 静静依然不尽人意 十号眉头一皱 照这样修炼的话 他得四个月左右才能修完六岛 这是可以让人下傻的速度 但十号仍不满意 月银 你可有什么办法 可以快速提升我的修为 十号像苦海中的傲娇气灵问 修炼是按部就班的 你要那么快的速度干嘛 月银却直接赤道 我好歹也是你的主人 你需要对我保持相当的尊重 十号抗议道 呵呵 月银只是还他一个冷笑 连面都没让十号见到 无奈 十号只好自己想办法了 他打算去找傅灵 并不介意指点一下对方的单数 如果对方有什么天才地宝送给他的话 说干就干 他跑去了傅家 傅妖儿见到他过来 自然欣喜无比 连忙将他赢了进去 只是得知十号是来找傅灵的 却又让这个小妖精不悦了 嘟这个小嘴 在一边生起了闷气来 十号找到傅灵 直接开门见山 庶民来意 傅灵惊讶 十号居然说可以提升自己的单数 让自己迈进六星级别 说实话 他真是既震惊又心动 龙霄阁强势而来 甚至有六星七星丹师驾灵 一旦这样的人物出现 丹师道自然就要一主了 当初丹师道可以号令天下丹师 不正是七位奠基人皆是五星级别吗 这才可以登高一呼 因者如云 所以哪怕傅灵还霸着这个会长之位不放 那龙霄阁也完全可以成立另一个丹师道 有六星七星丹师作证 你看有多少丹师愿意投奔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所以这几天他压力山大 晚上都没能入眠 若非他是七王的修为 身子骨肯定吃不消了 现在十号居然说可以指点他单数 祝他迈进六星 让他岂能不激动 当真 他有些颤抖的问 如果换了另一个人 他肯定嗤之以鼻 但十号不同 拿出的严寿丹丹方确实有效 家族有位行将就幕的老人服下之后 现在头发竟是由白转黑 剑步如飞了 之前他只以为十号是运气爆棚 才得到了这张丹方 可现在来看 人家可能得到了一个高阶丹师的完整传承 自然 十号点头 不过 副会长有没有什么能够提升修为的天才地宝 副灵就震惊了 你居然用如此珍贵的传承交换提升修为的天才地宝 要知道 你若是独享这样的传承 未来必然是丹师道第一人 那可以得到的财富和现在比起来 又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 你压也太鼠目蹭光了吧 他自然不知 丹道对于十号来说只是辅助 实力才是王道 独霸丹道有什么意义吗 再说了 那至少也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如今龙肖阁正气是汹汹而来 丹师道极可能发生巨变 十号当然要将实在的好处抓到手里 他与傅林讨价还价 终是确定了下来 他得到了七颗灵果 皆可以直接服用 立竿见影的提升修为 而傅林则是得到了一张六星丹药的配方 并有十号付诸的心得 只要傅林可以吃透 迈进六星丹失事指日可待的事情 双方皆大欢喜 而且都以为自己占了便宜 十号回到李府 隔了一天之后 他就开始已久转略天津炼化 这些灵果 这效果就惊人了 七颗灵果分两天全部炼化完 他的修为也接近六岛巅峰 最多三天 我就可以突破了 十号南南 能不能在19岁之前突破关自在呢 就在他的期待之中 第三轮比赛开始 然而 虽然有十人进入了决赛 却有七人宣布了弃拳 只剩下了十号陆奇 陆德三人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